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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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白鸽 你往哪儿飞 能否带上我的心扉 交给那远方的痴情的爱人 这一片红色的蔷薇 白鸽你往哪儿飞 能否带上我的安慰 告诉那可怜的忧伤的爱人 请你再为我伤悲 原谅我不能再为你而歌唱 擦不去你的眼泪 原谅我不能再问你的酒 我看不到你的笑容 希望你看到天空中那只白鸽 希望你听到最熟悉的歌 跟我走 你是谁啊 我就跟你走 你干什么啊 你放手 救命啊 来人啊 光天化人 光天化人 这下有人绑架 亲爱的 你能不能不要一吵架 就装作不认识我 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你是谁啊 我都不认识 你谁是你亲爱的 放手 放开他 你是他老公啊 不是不是 大哥你听我解释 我都不认识他 这什么事啊 这是 你对我是他老公有意见 你怎么证明 对 你怎么证明 证明 她叫苏楠楠 今年二十五岁 下在兰陵路二十三号五零一时 她的包里有一个紫色钱包 那里有两张信用 小姐 你打开钱包看看 证明一下 对了 她的小名叫狐狸 大姐 你能不到我们了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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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算了吧 算了 算了 大家听我解释 走走走走走 你到底是谁啊 你带我来我们公司干什么呀 嗯 你究竟是谁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害死了我妹 还想问我干什么 苏小姐 这是我们人事商会的会长任子天 视频里发生不幸的 是我们家大小姐任小雪 原来你就是任子天 那个 任会长 你妹妹不是我害死的 我就是个记忆者 我 要不是为了躲避你的偷拍 小雪怎么会发生撤祸 去AKE 你 KEVIN 有单 怎么不綫 一起 Aqua 你 救命 救命 出发 救命 ت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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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ätten救命啊 救命 ten 继续跑 慧长 我错了 怎么不跑了 跑不动了 放开我 任祖天 你让他们放开我 放开 放开苏小姐 奶奶 我刚刚 我 大家好 苏奶奶今天 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前几天 她在你们公众号 娱乐至死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 纯属苏奶奶杜撰 对死者任小雪 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失 她今天来 就是要承认错误 为任小雪 喜庆冤屈 任子天 我什么时候 好了 哪位同事帮我指一下 苏奶奶的办公室在那 任子天 我实在不容易 人子天 任子天 超级隐形大富豪 任子天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发表声明 为你妹妹洗清冤屈了 那是我替你说的 你马上上网给我发表声明 为我妹妹洗清名誉 凭什么 任子天 你妹妹的死我很遗憾 但这不是你随意掩盖 真相的借口 我是一个记忆者 我只对真相负责 真相就是我妹妹没有射毒 我当时就在现场 你妹妹身体的状态 开车的状况 那就是吸毒后的反应 苏奶奶 你害死我妹妹的事情 我以后再跟你算账 我妹妹绝对不可能射毒 你现在写 我看着你就在这里马上写 我不写 你写不写 我电脑坏了 是吗 电脑啊电脑 对不起了 我明天就找着来凶你 我的天哪 很好 今天一天你别想看见 一滴水了 把这房间所有带水的东西 都给我搬出去 然后到车里 把我电脑拿过来 是 六爷 人家来跟你说正事呢 什么正事有你正啊 说吧 我收到消息 说任小雪死的那个晚上 有个女记者正在偷拍的 那个女记者都看到了 那倒是还不确定 但据说任子天好像找上她了 万一她知道什么就危险了 这个女记者不能留 这个我知道 可是她身份有点特殊 就来请示您啊 她叫苏南南 是苏南方的妹妹 任会长 你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先各自回家休息 改天再说吧 可以啊 在你回家睡觉之前 先给我发表声明 给我妹妹喜庆冤屈 我要上厕所 阿翔阿超跟着苏小姐 是 算了 我不去了 苏楠楠 任紫天 你就在里边饿着吧 本姑娘要回家吃饭睡觉了 拜拜 苏楠楠 我要回家回家喽 前几天任小雪的事情 你帮了我大老 这是感谢你的 我知道你缺钱 就不要推辞了 那我就多谢了苏楠 拿着这些钱 你赶紧去 拿欠赌场疯子的赌债还了 要不然 到时候疯子发威 我也保不了你 不然 我已有一天 我已经留下了 那我已经留下了 现在用出来 就看一个人 我已去 这道理 蘇奶奶 還站著幹什麼 還不趕快過來見過老闆 老闆 你還不知道吧 任會長剛用一億美金 把我們公司收購了 神子天 你把我們公司給買了 蘇奶奶 你怎麼這樣對新老闆說話呢 天哪 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呀 任大會長 我一個大活人站著半天了 你難道就一點都沒有發現嗎 發現了 你 你什麼 你就是這麼跟上司說話的嗎 那麼 任會長 請問你叫我來 到底要幹什麼呢 我跟你說 任子天 你要讓我說我的新聞是造謠的 絕對不可能 我 這件事以後再說 我現在跟你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不是喜歡偷拍嗎 從今天晚上六點到凌晨兩點 去昧夜酒吧 把所有你認為知道懷疑的人 都給我拍下來 第二天向我揮報 拍酒吧 不願意 沒有 那我晚上偷拍白天哪 白天當然是上班哪 不然呢 你這是公保私仇 好 是啊 我就是公保私仇 我還知道你很缺錢 就算我公保私仇 你都不會辭職的 要不是我著急籌錢給哥哥還債 才不會受你的氣 任會長 如果沒有什麼事 我就先走了 晚上還要加班呢 記得你損壞的公司電腦 要招架賠償啊 你 要保留一下 你為甚麼 我是� adem 是虫虫 我是虫虫 哎呀 夢為甚麼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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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 啊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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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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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如果你能让他物攻远主的话 我知道什么都没有看见 否则的话 这段视频呢 我们走 谢谢啊 没关系 你谁啊 你谁啊 刚才是你拍我 柳芝 很高兴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干吗呀 你来我酒吧偷拍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吗 我 谁偷拍了 你这是这的老板 走吧 去我那儿坐坐 来 确定了 确定了 不可能 小雪是我妹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她的人 她可能去酒吧去玩 去喝酒 但绝对不可能涉毒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少爷 你先别急 我也觉得大小姐不会涉毒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你说得对 一定有什么问题 小雪一定是被她陷害的 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凶手 但是大小姐向来与人为善 谁会跟她有深仇大恨呢 小雪是从她的酒吧出来后出事的 那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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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是从那里出来以后出事的 那家酒吧一定有问题 可是那间酒吧生意还不错 人来人往的 我们怎么找出那个陷害大小姐的凶手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酒吧老板开始调查 小雪是从她的酒吧出来后出事的 这个酒吧老板一定知道了什么 该怎么办啊 完了完了 真被酒吧老板给说中了 你们干嘛 干嘛 臭娘们 我告诉你 你害得我们兄弟今天没弄到钱 那就只好由你来补偿了 我没钱 没钱 没钱 没钱那就肉肠啊 我们兄弟今天不节财 改节色了 走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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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谢谢啊 不用谢 您用完记得要干洗后再会儿 好吧 不用换了 这就是你一晚上的劳动成果 你就为了这个 还差点被那两个小偷给 对 苏楠呢 你是要我们公司跟你改行吗 嗯 你一晚上拍了两个小偷工作的视频 你想我们大家跟着学习一下 任会长 我今天第一次进酒吧里面偷拍 还不熟悉 你是不知道啊 那个酒吧保卫可森严了 我就拍了这么一个视频 还被酒吧的老板发现了 他还请我喝酒呢 什么 你被发现了还喝酒 嗯 工作时间喝酒 今天的工资别想要了 任会长 能不扣工资吗 可以啊卖身吧 就再也不用扣你钱了 嗯 好 念在你第一次 今天就先不扣你工资 下不为例 好了 你走吧 你在哪儿 我 我在公司啊 你真在公司吗 我当然在公司了 不然还能在哪儿 苏楠楠 鉴于你昨天良好的表现 我见你十分钟之内 出现到我面前 否则扣工资 或者开除这两个店家 你就自己选一个吧 任会长 你找我有事 苏楠楠 今天你不用上班了 真的 你等我把话说完 我是说你今天不用上班 也不用去酒吧了 你不是擅长跟拍吗 你去帮我拍一个人 拍谁 这不是妹夜酒吧的老板柳枝吗 你不是一直说 我妹妹不是你害死的吗 这是你唯一 证明自己的机会 你是说柳枝她 不可能 我觉得她不像是这种人 你跟她很熟吗 那你不想要工资了 那费什么话 让你去就去 对 你干嘛呢 保安大哥你好 我是个记者 我是来采访的 有预约吗 有预约 没有 那你还是给你的采访对象 打个电话吧 让他出来接你 不然按照规定 我是不能放你进去的 我没有他电话 大哥我真是个记者 要不你看看我的记者证 你看 你让我进去吧 让我进去吧 求求您了 六爷 苏楠楠 最近一直和任子天搅在一起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动手 任子天既然没找上我们 那么苏楠楠 应该是没看见那马的事儿 至少他没告诉苏任子天 至少他没告诉苏任子天 不过任子天和他搅在一起 难免苏楠楠那边不出问题啊 让苏楠楠走 走得远远的 这辈子不准再回来 然后想办法 将苏楠楠和任子天分开 可是苏楠楠跟他妹妹 感情一向很好 怕是 不会情愿离开的 要不 做了他 苏楠楠这小子精正的 你别看他平日里嬉皮笑脸的 心眼比谁都多 做了他容易 万一留下什么把柄 他不是欠着一大笔赌债吗 你告诉他 我给他还 还给他另外一遍生活费 条件就是 让他离开本市 那苏楠楠呢 这个女人留不得 她一天在任子天身边 就是我们的一颗定式炸弹 真热啊 嗯 亲爱的 一会儿吃什么 都行啊 听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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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我要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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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还好我机灵 要不然就被发现了 电梯啊电梯 还好你及时赶到 要不然啊 我就死定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李叔 少爷 小爷 你怎么会起来 你怎么会起来 我们跟着心 你还好 不会吧 喂 有没有人 有人吗 历叔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没有听到啊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趁检修的时候 偷偷剪断了一根电线 造成电梯电机短路烧毁 除非厂家派专家来修 否则别想使用 按照以往的经验 专家一来一去的 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所以那电梯 至少一周内不能使用了 这件事不准跟任何人说 明白吗 明白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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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有人吗 来人 有人吗 有人吗 有没有人在啊 宋楠楠 我是在通过电梯里的小广坡 跟你说话 我现在就在找人想办法救你 待会儿电梯可能会有些晃动 你一定要站稳了 别害怕 好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尽快把人给我救出来 老板 不是我们不救人啊 而是这部电梯现在电机有问题 而且这种电机都是专业定制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真找不到啊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了电机 你们就能马上救人了对吗 对 李叔 我不管你用什么代价 半个小时之内给我把电机拿回来 好的 走 好 杜小姐 刚才任老板已经都跟我说了 你想采访我是吗 你可以直接约我呀 我又不会拒绝你 我又不会拒绝你 你现在搞得 这 装得还挺像 明明就是你让我来偷拍人家的 还好意思跟人家说是采访 那 那就麻烦您了 柳先生 不麻烦 你来采访我 是我的荣幸啊 你来采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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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危险吗 七上八下 七魂八素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我长这么大以来 最危险最害怕的一次遭遇了 我现在真是 我现在真是 跟我说 你有没有在听啊 你笑着吗 任子天 你干吗不早说 任子天 你这个K新老板 我为了工作 差点连命都丢了 你还在这儿嘲笑我 黑新老板 要不是我这个黑新老板 你现在还在电梯里困着呢 老板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自私 霸道 根本不顾他人死活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呢 我知道了 你其实就是外冷心热 心里还是很善良的嘛 是让自己 好一点 任子天 假如我死在电梯里面 是因为我的公司 做事而死 给我 任子天 假如我死在电梯里面 那是因为给公司做事而死的 你得给我算工伤 然后给我搁一笔子续筋 你那么有钱 一定要多给我搁一点 不然我在下面 还会来找你的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那首诗 轻轻地我走 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特别希望那片云彩 就是女人子天 一生最爱的人 带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是伤痕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残忍 回忆太明朗 留下我愿 会长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赶索我女朋友吧 好 我一个人能爱着 我一个人能爱着 我好 我好 你 你 任子天 哪有你这样看女生的 对不起 因为你穿的这件衣服 是小雪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没有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还差不多 我的意思是 衣服比你好看多了 你 老六慈悲心发作是吗 以后暗月给我打钱 南哥猜得对 老六他什么意思 我上次虽然说帮了他 但不代表我以后就听命了他 听说南哥欠了很大一笔赌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六爷说了 这笔钱他替你还 还让你远离这个城市重新开始 不可能我妹妹 南哥听我把话说完吗 六爷说了 只要南哥离开本市 他每月会按时给南哥一笔生活费 而且只要风头过了 南哥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的 我要是不答应了 六爷说了 让人消失的方法有很多种 你威胁我 南哥 我只是个床框儿的 我只是个床框儿的 好啊 行 南哥果然爽快 小雪的死亡鉴定书出来了 在小雪体内 确实查出了新型毒品的成分 发医鉴定说 小雪在死前 曾大量注射过毒品 你看 我就说我没有骗你吧 这下应该相信我了吧 这跟你撒不撒谎没关系 小雪是我的妹妹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 小雪虽然有点叛逆 但她绝对不可能涉毒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 阴谋 你仔细回忆一下 那天晚上小雪在酒吧里 到底都见过些什么人 做了些什么事 告诉我 这对我找到真正的凶手至关重要 那天我跟着她去了酒吧 就像往常一样 她在和一群人喝酒 后来 后来我出去了一趟 再回来就看见她要离开了 等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脸色苍白 神情恍惚 我就赶紧跟了上去 再后来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 没看见有什么异常啊 你出去了一趟 去干什么 大概多久 不行 那件事与任小雪的死 也没有关系 还是不要告诉她了 免得她误会 你说什么 我去见了一个朋友 大概有四十分钟左右吧 四十分钟 差不多吧 当时我也没看表 只能说个大概 你不会骗我吧 没有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谢谢你送我回家了 送我的 谢谢啊 不用谢 我只是为了公司形象 我想你顶个黑眼圈去上班 喜欢我就直说嘛 还找那么多借口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都这么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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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已经查到了 那晚苏小姐在妹夜酒吧见的 应该是她哥哥苏南方 别看我 苏南方是老六手下的一个混混 后组欠了不少债 都是苏小姐在帮她还债 哥 楠楠 你怎么来了 哥 你是不是又欠他们钱了 楠楠 你别多想 这是我几个朋友 你就别管我了 这么晚了赶紧回家去 你还说他们是你朋友 我刚才都看见他们打你了 我跟你干 但是钱你得给我双分 苏小姐为了还哥哥的本债啊 一边上着班 一边还做直播赚钱 苏南方找到了吗 我们找不到 但是苏小姐肯定能找到 这事先别告诉苏南南 我来想办法 你去重点查查苏南方 小雪遇害的那天晚上 她都到了哪里做了什么 好 对了 李叔 你刚才说苏南南做直播 是啊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 苏小姐的直播 不过好像效益并不是很好 苏奶奶 会长 你找我有事 给你个机会 请我去你家吃饭吧 怎么 你不愿意啊 不不不不 愿意 愿意 呃 孙奶奶 你家就你一个人 你还有个人吗 不是 我还有个哥哥 你哥呢 他 他欠别人一大笔钱 怕人追债 一般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你哥一般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也不清楚 等我有钱帮他还债了 他就回来了 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想 你挣那点工资够还吗 我还有别的挣钱的路子 你不用问 问了我也不会说 暂时保密 只要我给你钱 你有了钱 你哥自然会找你的 当时 真是 我该怎么给你钱呢 喂 喂 想什么呢任大会长 呃 我是在想 我今晚是留下陪你呢 还是留下陪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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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什么呀 谁要你陪啊 你真是 我特长挺多的 对啊 小美 大家都围在这儿干嘛呢 宋奶奶 你还不知道吧 原会长为了拓展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 决定在员工之中 选拔女生做直播 做直播 只要能被选上 每人每个月一万美金 还凌加提成呢 真的吗 要是我能选上 每个月有一万美金 我几个月就能换钱哥哥的赌债 然后让他也能先断绝关系 谢谢 任子田 任会长 什么事 没看我这儿正面试吗 我也是来面试的 你 你有什么特长 我会各种乐器 还有直播经验 而且还有一定的人气 再加上我们公司大力的推广 一定能活 能赚钱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四个就先回去 我决定先让苏楠楠坐着试试 你们四个也在旁边看着 学点经验 以后还有机会 是 哪有这样 什么事 为了一万美金 拼了 你说什么 我说谢谢你会长 我一定会努力的 六爷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亲自给苏南方 买好了车票 还亲眼看着他上了火车 嗯 喂 喂喂喂 会长 我准备好了 你是不是 先回避一下 嗯 你要相信自己 拿出你的实力 嗯 我们的目标是做全世界最好的直播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苏楠楠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先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吧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多多关注哦 嘿 这首曲子已经演奏完毕 喜欢的朋友 记得刷礼物哦 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我都没有听过 啊 我刚才吹的是葫芦丝名曲 月光下的凤尾竹 亲你有什么喜欢听的吗 我可以为你演奏的 我看见你房间里还有吉他 你用吉他弹一首 猪八戒背媳妇呢 这个曲子我弹倒是会弹 只是 不太适合用吉他弹 哪那么多废话 你就用吉他弹猪八戒背媳妇 我给你刷十个游艇 弹不弹 不弹我走了啊 哎等一下 十个游艇 我能有一半的提成啊 不就是个猪八戒背媳妇吗 好 打了 那行亲 你等一下 我拿一下乐器啊 快点吧 亲 我们开始啦 这本丫头 传在居然都是一个调子 哎 爸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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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 你到底谁的人 一口一个六眼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不去跟老六混 南哥 我们对您忠心不二 这可都是为了您着想啊 为什么我 老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今天就得出去 再待在这儿都发霉了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出去转转 这个点儿了老六的人 起来蛋疼才会来 少爷 苏南方跑了 跑了 派出去的人打听到 他是前几天刚走的 看来 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 给小雪注射毒品的人 按道理 苏南方这么一跑 确实坐实了我们对他的怀疑 但是我们查到 这个苏南方 是看酒吧的混混 他又不知道我们在找他 怎么会跑呢 怎么了 杜大小姐 看你不开心的样子啊 没什么 说出来吧 说出来你会舒服一点 刘大哥 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谁说你没用啊 是不是那个人子天 没有没有 会长对我很好 我知道 他是为了我 才让公司进行直播业务的 可是 我就什么都做不好 浪费了会长一片好心 你不能喝了啊 给我 你看你今晚都喝了多少 不能喝了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会长 他今晚喝了很多酒了 快呀 大浪没事吧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任子天 干嘛呀 任子天你到底要干什么 松开任子天 你干嘛呀 你为什么骗我 你说什么呢 我骗你什么了 你没骗我 那你告诉我 你刚说你回家了 怎么在这儿喝酒啊 怎么 不编了 我就算是骗你 那也是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恐怕是为了给你哥哥打掩护吧 什么跟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说等你挣够钱 帮你哥还债 你哥就回来了 他早已经跑了 什么跟什么呀 我已经查出来了 你哥哥苏南方 就是给我妹妹注射毒品的人 他在几天前 就已经失踪了 我哥失踪了 不对 我哥怎么可能给任香雪 注射毒品呢 你骗我的吧 你看我的样子像骗你吗 你看我的样子像骗你吗 哇 嘟嘟嘟 来 啊 嘟嘟嘟 耶 哇 好 人子天 我哥绝对不会害人的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人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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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调查报告上写的 我哥确确实实是给了林小雪毒品 怎么会这样呢 不行 我得先找我哥问清楚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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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在 哥 大哥 没人 干嘛呢 不是 做贼呢 我不是怕 你给我大人点 我出来玩没钱给吗 你怕个毛啊脑残 我这不是小心点吗 万一让老六的人看见 看就看就吧 走 还是小心点吧 走 天哥 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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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在哪儿啊 你那个电话怎么不接啊 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 南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打我这个电话 我在外面办事 你照顾好你自己 等我回来我会联系你的 哥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有万分紧急的事情找你 这事一定得见面说 你明天下午四点 当三友社第八号要来找我 记住 只能自己来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六爷 六爷 就是他 六爷 你知道苏南方现在住在哪儿吗 知道知道 我看见苏南方时 就派人跟着他了 很好 好好干 你会很有前途的 谢谢六爷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下去了 六爷 滚蛋 对不起六爷 是我的错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您放心 我今天就让苏南方离开本市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这个人 最讨厌别人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的人 活着 就是给别人添乱 真是 我明白了 出去 苏小姐 你节哀 我们一定会尽管查出凶手 将他绳置地板了 哥 苏小姐 我们去时 苏南方死亡至少一个小时 是枪杀 好 现场没有抵抗痕迹 应该是熟人作案 那苏南南呢 我们出来时 正好看见苏南南过去 按照您的意见 我们没让苏南南看见 这会儿苏小姐 应该在警察局做笔录吧 去查苏南方的社会关系 最重要的是 看他跟老六有没有联系 这事一定有问题 好 备车 去警察局 好 没人 好 不 我 不 我们 怎么 我 你 在家里 没有 我 不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好 我 恐怕是为了给你哥哥打掩护 你说等你挣狗前帮你哥还债 你哥就回来了 他早就已经跑了 我已经查出来了 你哥哥苏南方 就是给我妹妹注射毒品 哥 人子听傻了 我却还想找他帮你报仇 哥 我真傻 苏南南 你会站住 两个人的脚头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哪一种美好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会不会 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远的熬 后时光流转 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却对我 赶紧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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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你哥哥苏南方 就是为我妹妹注射毒品的人 你哥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那你为什么要接替我的电话 进我课的地址 他们等轻了 就非得继续 熬过五月还是细意 只不能错过你 少爷 现在最重要的 是找到杀害苏南方的凶手 才能解开你跟苏小姐的目标 苏南哪 我该怎么让你相信我 少爷 我们查到了 果然是六爷做的 苏南方跟六爷的女秘书 吃过很多次饭 他们虽然小心躲避 但还是被监控拍到了 怎么能证明 苏南方就是六爷的女秘书杀的 我已经暗中派人找到了六爷的女秘书 并谎称六爷要杀她灭口 这个女人什么都招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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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来干什么 要不你替我一起杀人 就当给你妹妹报仇了 行吗 你哥哥不是我杀的 松开 我带你去个地方 放开 任子天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放我下去 把你杀害苏南方的详细过程说一下 那天六爷 老六 他的一个手下来汇报 说苏南方拿了钱 却没有离开本市 老六便让我去杀了他 我到苏南方藏身的地点后 先谎称是老六派来给他送钱的 进门后我以事情不方便被外人听到为由 让苏南方支开了两个手下 然后用枪打死了苏南方 老六为什么要给苏南方钱 那是因为跟任小雪有关 那天老六正在和一帮人进行毒品交易 让苏南方他们在外守着 谁知道任小雪无意间闯了进来 为了让任小雪闭死 老六逼苏南方他们给任小雪注射了毒品 后来任小雪的各个任子天 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 又跟苏南方的妹妹搅合在了一起 所以老六便给了苏南方一笔钱 让苏南方离开本市 避免让任紫天注意到 奶奶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你哥哥在的 莫会长 都怪我 当初要不是我 怕你知道我哥哥是个流氓 会看清我 隐瞒了小雪出世那晚 我见过她的事情 也许你早就找到我哥 他也就不会出世了 这不怪你 傻瓜 我爱你就会爱你的全部 怎么会看清我 有的人吧 怪不得没有男朋友 见人就对 动不动就拉黑 有些个人都单身 学习不好的人才谈恋爱你 谭老夫妇二代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 我为什么不整别人 偏偏整你啊 他应该是喜欢你 不可能 我们俩天天吵架 他不可能喜欢我 看你可怜 送你的 酥暖暖 因为你没有感受到本少爷 对你的爱 所以惩罚你请本少爷追悉三个 我是雪姨的女朋友 我再也别见到你了 妈 我是绝对不会联姻的 我会审视的企业 你选一个吧 我喜欢的你 只有你 你还喜欢我吗 是你的惩罚 吐吐开开还是放不下 你出现像童话 命中注定的那个她 我的爱涌化一个盛夏 拼命为你当风沙 受伤也不怕 吐吐开开还是放不下 曾说好的天涯 你闪满 你闪满 推开两个世界的时差 一句话 点燃初次跳动的火花 你深圳的脸颊 和俏皮的情话 甜蜜气氛慢慢在若加 乱了吗 那些你弄我弄的牵挂 变得吧 我们已经分不清真假 开白的枝子花 风乱了你头发 时针来回再挣扎 你出现像童话 命中注定的那个她 我的笑 成全你的笑 好